金華城榮獎爭議 讓前臺北市長柯文哲遭激壓 當時規定金華城如果要獲得百分之二十榮獎 前提是要捐給市府八百平方公尺場地 用來當青年創業基地 但據傳產發局第一時間並不享受 有什麼要說明的嗎 市任柯市府產發局長林從杰認為 市府也有許多新創基地運營 根本不享受 傳出還想看能不能收到最少評數 再加上對該案也有疑慮 導致案件一度卡關 後來柯文哲為加速案件進行 在金華城澄清書上 親筆批示怎麼做都行 快就好等字眼 當年公務員害怕有問題 隱映存證自保卻成了鐵證之一 我要呼籲柯文哲 你的智商一百五十七大家存疑 但是能高考及格的人 智商絕對不會比你低 他們都認為有問題 所以一定要存檔保護自己 今天終於用上了 這在在地顯示柯文哲 從頭到尾金華城的事情 都是他一手主導的 議員質疑金華城案是柯文哲一手主導 加上親筆批示越快越好 二十趴榮獎根本是量身打造 就他對財團的服務的效率 就跟快遞一樣 十面比大 不知情是他說謊 從頭到尾都是為了840在奮戰 金華城案和柯文哲關係 隨著更多證據逐一扶上檯面 恐讓責任越南脫身 三里旋區趙薇路配越台北採訪報導 三里的建築 幅 excluding